自我解析自己的性格 它还是有一定的规律 就是说你越坚固 就越不容易受到影响 这是制地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门窗 是不是打开的 如果门窗能够 你进去都很方便 那么这就代表着 你的开放度足够 代表着人的一个开放性 如果你是那种加了大锁的 或者是根本进不去的 所以这代表着这种相对封闭一些 它就跟开放度有关系 里面的光线呢 其实代表着心情 光线越好心情就越好 光线越暗呢 这个心情可能就会 心情就会差一点 只像封闭刚刚说是明暗 特别分明的 暗的地方就特别暗 亮的地方就特别亮 这个代表他的情绪 他要是高兴起来 他就是完全阳光男孩 如果不高兴起来 特别暴躁 全世界都是一片黑暗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新旧程度 新一点呢 代表着就是越旧呢 它就跟抑郁程度有关系 就像我们说 那个很破旧的房子 里面有霉味潮味的 这种很旧 然后很破旧的 这个就跟抑郁有关系 全蓬 全蓬那种落了灰的呢 它那个就很轻了 很轻了 那个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整洁程度 越乱的 那个代表着越焦虑 越整洁的呢 不见得代表着焦虑 不见得代表着不焦虑 而是越整洁 它多 就是越白 就有多少有点洁癖 就是我们说的那种 强迫症 类似于强迫倾向 有点那种洁癖的那种感觉 还有一个呢 就是屋子里面的动物 往往代表着你的性格 那个 这个植物 代表着你的气质 大概呢 我把这些动物呢 有这样的一些特点 说一下 就是如果你的房间里面的 这个动物都是在天上飞的 这代表着你的精神气质 就是一个适合 就是很精神 喜欢精神追求的人 那么也喜欢自由 不爱 不是说不爱受约束 那么还有一类 就是地下跑的 猫啊 狗啊 什么 包括那个狼虫 叫那个狼虫虎豹 对吧 大个的 小个的 那么地上跑的 一般都代表着 比较这种 接地气的 比较稳重的 比较灵活的 比较什么的 是这一类的 那么 大个个大个小呢 就代表着 个大的会力量大一些 更自信一些 比如是老虎 狮子 大象 就更自信一些 如果是老鼠 小一点的动物 扑子呀 这之类的 这个就是 相对来讲 就会更自卑一点 那么还有呢 就是再小一点 就是昆虫类的 如果在那个房子里面 发现昆虫类的呢 其实这个一般都代表着 比较敏感的个性 都代表着 敏感呀 弱小啊 再往下走呢 就是 其实还别着急水里的 就是半地下的 还有半地下 它就是在地 打洞 刮刮草草 既出来跑 又在洞里住 那么这种呢 属于那种直觉型 特别好的 我刚才说的 蛇就是这种 对对对 就是直觉很好 水里面呢 一般都代表着 其实离 离我们的意识层面 更远的动物 但是你比方说 就叫什么呢 就是它更温柔一些 更温和一些 咬鱼什么的 比如鱼 你像我们说 屋子里出现的金鱼 经常我们说 这孩子像小金鱼 美人鱼 那么这个都代表着 很温柔 很顺从 但是呢 缺点就是什么呢 它从来不表达 自己的那个悲伤 嗯 按摩